回来关心最新的战争消息 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北顿内刺客 成为现在乌俄双方的必争之地 现在乌克兰军方表示 守军已经从盲目防御 渐渐转为小规模的反攻 而且乌军已经在部分地区成功将敌人逐退 一到两个阶级左右 但是乌军还是不时以重炮轰炸 危及双方的士兵想要扭转局势 而乌克兰就得拿到高科技 或者是重型武器来反制恶军 英国国防部情报则是显示 恶军部队可能会加大 往19亩地区的攻击力道 同时欧盟也宣布 在加码折合台币65亿的军援 要来帮助乌克兰 但是还要来观看 在尼古拉耶夫就有无辜平民 活活被恶军炸死 乌克兰媒体用绞肉机来形容采况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